赵露丝在成都的《范思哲》活动中收到一个超常规大的订婚戒指。 在成都举行的一场令人瞩目的公关活动中,中国流行女演员赵露丝被赠予一个非凡的订婚戒指,其大小之大竟能套在她的手腕上,而非手指。 这一事件是《范思哲》活动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奢华与时尚方式吸引了广泛关注。 赵露丝以其在浪漫剧中的角色而知名,因其荧幕上的魅力深受喜爱,他对这个超大号戒指显得非常高兴和兴奋。 这枚由范思哲设计的戒指,以玩具方式诠释了传统奢侈品符号,推动了常规珠宝设计的界线。 这一活动在成都的一个高端购物区举行,吸引了大批人群,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阵热议,标签未照LUCYX vs GENDER。 粉丝和时尚爱好者们聚集一堂,争相一睹女演员和这枚被描述为现代珠宝艺术杰作的新颖戒指。 赵露丝在范思哲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达了他对合作的兴奋之情。 能成为这样一个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活动的一部分是我的荣幸。 这枚戒指不仅象征着一种联系,也代表了范思哲大胆创新的精神。 赵露丝说,这个订婚戒指概念是范思哲更广泛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重新定义奢侈品标准,并将幽默和惊喜融入其高端时尚活动中。 活动中还展示了范思哲最新的La Vecanser系列,该系列以休闲和奢华为灵感,特色是生动的印花和大胆的设计。 随着活动的持续展开,赵露丝和这枚巨大的戒指将成为这种玩具和大胆时尚方式的标志性象征。 成都的活动已经为赵露丝与范思哲之间的合作开启了一个值得记忆的新章节。 在暴雪时分,高颜值的青春偶像剧,林逸阳主动告白因果。 在暴雪时分,是吴雷与赵金脉携手演绎的青春偶像剧,这部剧的首播反响热烈。 多数观众赞誉该剧《悬角贴切》,演员的年龄与角色完美契合,让人眼前一亮。 相较之下,同样题材的《要久久爱》中女主角饰演18岁少女的悬角却受到一定争议。 观众普遍期望看到演员在符合自己年龄段的电视剧中发光发热,这也正是在暴雪时分赢得口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暴雪时分的表现与众不同,收视成绩亮眼,不仅刷新了记录,还因主演们的出众颜值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这部改编自作家莫保、非保热门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剧情甜蜜撩人。 男女主角邂逅于瞬间,从此情愫暗生,直至牵手共渡余生。 他们之间的情感之路几乎无波折,令人艳羡。 这部剧的剧情呈现,让原著粉丝们纷纷赞叹其高度的还原度。 无论是场景的在线,还是演员对角色的精准诠释,都展现了制作团队的匠心独运。 观众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原著的魅力在屏幕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这也正是这部剧备受赞誉的重要原因。 在电视剧中,吴磊扮演的林毅阳曾站在斯诺克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然而命运的转折使他选择远离赛场。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与女主角因果,由赵金脉饰演,意外相遇。 两人的故事就此展开,引发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剧情。 因果与其弟弟踏上国际赛场,却遭逢恶劣天气,困于休息室,无处寻觅其身之所。 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林毅阳透过窗户,对因果投来了惊艳的目光,心中的情愫如同种子,在瞬间生根发芽。 共同的爱好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两人之间充满了聊不完的话题。 林毅阳的朋友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对因果的特殊情感,于是顺水推舟,将他们推向了更亲密的关系。 就这样,因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林毅阳和朋友们和租生活中的一员。 林毅阳这个角色设定位独特的直男性格。 多年来,他的心未曾为任何女子所动,因此在与因果的互动中,他常常表现得有些木讷,话题经常在他手中终结。 每当他带因果出去约会,似乎只会选择各种餐厅作为目的地,享受美食似乎成为他们相处的唯一方式。 林毅阳深知,对他而言,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饱腹之感。 他自幼便是孤儿,无依无靠,每日里忧虑地便是下一顿饭能否有着落。 因此,成年后,他拼尽全力,涉足多种职业,只为能为自己和心爱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尽管因果对林毅阳的背景一无所知,但他们在共度的时光中,情感逐渐升温。 观看此剧时,吴磊的眼神深情地让人难以忽视,无论是哪位女性观众,恐怕都难以抵抗这种魅力。 接下来的剧情中,林毅阳采取了主动,他选择通过文字传达自己的心意,即便两人尽在咫尺。 这样的表白方式让因果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他陷入了沉默。 他对林毅阳有着好感,但身处异国他乡,加上对林毅阳的了解尚浅,心中的顾虑让他难以立即回应。 这样的情感纠葛,在异国他乡的背景下,更显得复杂而真实。 林毅阳对因果的深情始终如一,尽管因果尚未对他的表白给予回应,他仍毫不动摇地对他付出真心。 甚至在得知因果的真实身份后,林毅阳更是坚决地选择了坚守,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 因果的真实身份究竟为何? 为何这一身份的揭晓,竟使得他对二人之间的情感产生了微妙的动摇? 原本,因果和林毅阳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然而,在一次电话交流中,林毅阳意外得知因果的哥哥竟然是他昔日赛场上的劲敌。 曾经针锋相对的对手,在比赛结束后就失去了联系,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彼此的生活中。 这一发现让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林毅阳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是出于对因果哥哥的顾虑,担心他会反对他们的关系。 这使得他不得不深思熟虑,考虑如何妥善处理与因果之间的感情。 不出所料,当因果的哥哥得知林毅阳有意追求自己的妹妹时,他果断调整了行程,迅速赶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因果对他们之间的相处感到困惑,好奇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何林毅阳会如此坚决地选择退出,不再愿意重返赛场? 该剧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在于男女主角间的微妙互动。 吴雷与赵金脉的颜值均出众,当他们共同演绎情感戏份时,仿佛让人回到了青涩的高中时光,那种早恋的羞涩和甜蜜在屏幕上扑面而来。 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过于亲密的接触,但观众在观看时仍会不自觉地感到羞涩和心动。 此剧的另一亮点在于其男演员们的高颜值,特别是吴磊,他在剧中饰演林毅阳一角。 吴磊自幼便设足演一圈,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出色的外貌比例,如今已是英俊潇洒的代名词。 他的出演无疑为该剧增色不少。 王兴月所饰演的孟小冬,作为女主角的亲哥哥,总是以一身笔挺的西装亮相,尽显贵族风范。 与此同时,男三号则是由陈静可诠释的林毅阳的挚友兼师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